乌克兰无人艇袭击俄黑海基地 声称重创俄罗斯大型登陆舰 以小博大俄罗斯将如何应对 莫斯科频遭无人机袭击 俄乌冲突无人化 是否成为作战新样态 从目前双方这个决例来看 我觉得都是把对方的核心的首都区 包围一些重要的一些要地指挥所 那么包围一些弹药库后勤布局线 作为打击的重点 这也是战争打到现在的 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势 对于大目标发动精准攻击 这是第一次 下一步美国包括乌克兰 还会进一步协同 把在黑海沿岸所有的安全目标 都会变成不安全的目标 美海军陆战队部署首批死身无人机 将在印太地区扮演什么角色 美日韩首脑齐聚代为营 印太战略是否又有新变化 MQ-9的空中支援 它就变成了一个更加强大的 一个毛一样的进攻力量 而这个在未来 特别是大国竞争的 快速反应的第一波次 他们是要扮演非常核心的角色的 所以这次的部署 我觉得它还是有 非常明确的一个实战的背景 美国目前不同军兵种 都有自己的印太战略的一个小计划 所以从不同军兵种的动向 以及美国拉帮结派新的动作去分析 实质性地推进印太战略 美国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不到两周 台湾地区弹药库发生两起爆炸 连续爆炸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拜登政府刚动用总统拨款权 又酝酿所谓对台军援新伎俩 美国不断抛出诱饵军援 有何险恶用心 防务新观察特邀军事专家 为您深度解读 各位好 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浩逸 俄罗斯国防部8月4号通报称 当天凌晨 乌方利用两艘无人艇 企图袭击俄黑海沿岸城市 新罗西斯克的一处海军基地 但对于袭击造成的影响 双方说法不一 具体内容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据路透社8月4号报道 乌军无人艇对位于新罗西斯克的 俄罗斯黑海海军基地发动袭击 乌情报部门称 俄海军登陆舰奥列列列格尔斯基 戈尔尼亚克号在袭击中严重受损 无法执行战斗任务 而俄国防部的声明则指出 乌军3号夜间至4号凌晨 试图袭击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海军基地 该基地负责守卫舰船 发现了两艘乌方无人艇 并在基地外的海域将其摧毁 此外 俄罗斯国防部还通报称 8月4号凌晨 乌克兰利用无人机 对克里米亚地区发动袭击 防空系统拦截了10架无人机 另有3架无人机 被电子战系统压制并坠毁 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 公开报道显示 俄罗斯近期频繁遭无人机袭击 8月1号 莫斯科市市长谢尔盖索比亚表示 几架无人机在试图飞入莫斯科时 被防空系统击落 其中一架撞上了商业中心的一栋大楼 导致大楼外墙受损 根据俄媒报道 今年以来 俄罗斯本土和战场上的俄控地区 已发生超过120次一次无人机袭击 其中包括机场 商业设施 石油等能源基础设施 而另一边 乌克兰国防部表示 8月1号夜间至2号凌晨 乌方共摧毁了23架无人机 其中大部分在基辅州和敖德萨州 乌克兰无人艇袭击俄军黑海基地 为何双方说法不一 俄乌冲突无人化袭击 是否成为新常态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欢迎二位 首先请教李女士 针对乌克兰无人艇袭击 俄黑海海海军基地事件 那乌方称的俄海军一艘登陆舰 在袭击当中严重受损 但俄方对此予以否认 那并说在基地外 就摧毁了乌克兰的无人艇 那针对双方说法不一 您怎么看 从现在呢 特别是乌克兰预方 发布的视频来看 它是专门给这个袭击的 无人艇装了一个摄像头 也就是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 这个无人艇 在非常隐蔽的情况下 而且是夜暗的情况下 高速的驶向 这艘停靠在当时岸边的 俄罗斯的军舰的 那么最后呢 应该说是撞击的瞬间 信号消失了 所以因此我在想 就是这个撞击本身 可能是出现了 这个相关的这个进攻行动 那么最后呢 比如说它达成了 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这是需要呢 我们下部通过 包括俄方发布的信息呢 包括进步的信息去判断的 那么从CNN呢 现在给出的一个照片呢 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整个 在这个码头的附近 出现了比较大的 这个漏油的有一片 也是能够通过 卫星的照片可以看到的 因此从这次攻击行动 本身来看呢 我们说它存在着一定的可能性 原因是在于呢 就是如果说 无人艇呢 对于新罗西斯克 这个方向进行打击 而且是利用夜暗的情况下 比如说在对方 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那么你是很难 第一时刻启动 对于这种无人艇的拦截的 而且从现场 它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另外它的浅身比较深 就是它露出水面的部分 是非常少的 所以你比如说 对方怎么发现它 怎么拦截 这个对于俄罗斯来讲 我觉得它是一个 比较大的难题 因此从目前进攻方的意图来讲 它就是利用对方的一些 薄弱的时刻 薄弱的一些环节 而且它选择的 这次我们知道 它还不是在 克尺大桥方向的攻击 它上市在新罗西斯克 就相当于呢 是在克尺大桥以南 相当于差不多100公里 这个位置 那当然过去 从来没有发生过 在这个方向的攻击 所以我觉得 它在突然性方面 它应该说是 有一定的可能性 那我觉得乌方 它是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呢 那刚才说到了 此次袭击俄海军基地的 这个乌克兰无人艇 和以往相比有什么区别 那近一段时间 我们也注意到 乌克兰连续多次使用 这个无人艇 以小博大 那杜先生如何来看待 这样一个战法 那俄方可能会有 什么样的回应措施 首先呢 是攻击距离远 如果是黑海的位置去分析 它东西大概有1100公里 如果按照从奥多萨 到这个新罗西斯克的距离 很显然 至少有800到1000公里的距离 如果在这么远的距离上 对于乌人艇进行终极引导 甚至最终确定目标难度极大 所以这背后 一定有西方国家运速 如果美国卫星 包括乌人机 参与了攻击行动 这样呢 对于目标的发现 识别 跟踪 确认 能够发挥比较大的效果 第二是威力大 像之前的小艇呢 从牧师看呢 它的攻击威力相对较小 只能携带几十公斤的TNT 但这次无方声称 能够携带450公斤的TNT 对目标进行攻击 而且呢 在夜间 在跨越巨大的空间范围后 对于大目标 发动这个精准攻击 这是第一次 我想下一步呢 美国包括乌克兰 还会进一步协同 把在黑海沿岸 所有的安全目标 都会变成不安全的目标 那么正像 泽连斯蒂总统所声称 战火将会在俄罗斯全境展开 如果依托无人装备 大范围在黑海展开 类似的攻击行动 那么今后 无论是固定的大桥 基地 包括在海上 执行各种作战任务的舰艇 都可能会成为 无人艇围猎的核心目标 这点呢 会对俄罗斯在海上活动 包括基地主播 提出比较大的影响 俄罗斯目前呢 防御的办法不多 你想在莫斯科 是低半小目标防御 但是对于海上目标 它这个低快小 无论是它围杆高度 相对较低 发现距离非常近 另外呢 它采取半潜时 在水面露出的部分很少 雷达反射面也不大 但是速度很快 所以下一步呢 俄罗斯在黑海沿岸 估计还会选择 其他的港口 作为舰艇的分散地域 一旦出现了 这个零星部署 分散部署 这样呢 乌军在打击过程中的效果 包括战果就会快速下降 那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这段时间 乌克兰的无人机呢 是接连地袭击莫斯科 那无妨想要达到 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我想当下 泽连斯基他这个意图 还是很清楚的 就是把战火呢 引向俄罗斯本土 这是他的非常既定的 而且是明确的一个战略 那么从现在来看呢 我们知道呢 如果说对于莫斯科的 常态化的无人机的进攻 能够形成一定的威胁 它可以更多地让俄罗斯这个民众 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压力 更多地呢 使得莫斯科的居民 让大家心里觉得不安全 就若觉得呢 首都都不安全 那么对于战争的理解 他觉得需要俄罗斯民众 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这是无方所追求的 那么第二个呢 我觉得他就是弥补目前呢 特别是乌韩 他在正面战场 比如说在扎波罗尔方向 包括在赫尔松方向 他所推进 也包括巴哈姆特 他的一些目前存在的困难 因为大家看到 邵鱼谷这次 他去的方向是在红绿曼 就在北部 那么现在俄罗斯上 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策略是 通过向北部延展 更多的向基辅方向 施加压力 那么从乌方来讲 那我就需要把这个压力 牵制在莫斯科这个方向 让你不至于更快的速度 沿这个方向去推进 因此从目前双方 这个角力来看呢 我觉得都是把对方的 核心的这个首都区 包括一些重要的 一些要地指挥所 那么包括一些弹药库 后勤不仅限 作为打击的重点 这也是战争打到现在的 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势 另据美媒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 在所谓印太地区 部署了首批 MQ-9A死神无人机 并声称 已经在这一地区 形成初始作战能力 防务新观察 我们稍后继续 美国防务新闻网站8月4号报道称 美国海军陆战队装备的 MQ-9A死神无人机 已经在所谓印太地区 形成初始作战能力 报道还声称 为应对与中国的 所谓潜在冲突 美国海军陆战队 正在进行全面转型 更加重视侦察 与反侦察能力 报道提到 首个在印太地区 操作死神无人机的部队 是美国海军陆战队 第三无人机中队 又称幽灵中队 该中队于8月2号 在夏威夷卡内奥河湾 海军陆战队航空站 举行仪式 宣称其装备的死神无人机 形成初始作战能力 报道还指出 配备死神无人机的幽灵中队 将为同样驻扎在 夏威夷的美海军陆战队 第三滨海作战团 提供空中侦察支援 据称第三滨海作战团 将于今年9月 具备初始作战能力 并在两年后 具备全面作战能力 而幽灵中队的 MQ-9A死神无人机 将在未来 与第三滨海作战团 协同作战 扮演所谓空中四分位的角色 另据外媒报道 美日韩三国领导人 将于8月18号 在美国戴维营 举行首脑会谈 三方届时 会就相互开通 首脑热线电话 全方位加强沟通的事宜 进行讨论 而这次美日韩三方会晤 将是拜登上任以来 外国领导人 首次访问戴维营 韩日将此次 三方领导人会谈 称为史无前例 韩国《中央日报》认为 拜登把美日韩会晤地点 选择在戴维营 足以体现 美国对三边关系的重视 意味着美日韩三边关系 将迎来重大升级 还有分析称 通过炒作所谓朝鲜威胁 大力按下印太战略的加速键 将是此次戴维营会晤的 重点议题 美海军陆战队 为何此时在印太部署 死神无人机 美日韩首脑齐聚戴维营 印太战略是否将按下加速键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首先请教李女士 美海军陆战队为何此时 在所谓的印太地区 部署死神无人机 美海军陆战队正在转向 更加重视侦察与反侦察能力 那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考量 应该说这次的IPO-9 它本身我们知道 不是一个最新的部署 但是它的新在哪呢 是新在第三滨海作战团的部署 因为从这些年 特别是从去年开始 那么美国事实上 已经开始让它的滨海作战团 整个介入到整个 包括环太军援 也包括美国在印太地区 主导的多场军事演习当中 所以我们会发现 这里面它有个比较重要的 作战方面的特征 就是高度分散的 也就是它这几个团 将来分布的区域 可能要跨越几千公里 比如说有在夏威夷部署的 那么有在冲绳当面 还有在欧洲的 也有在我们看到 包括澳大利亚 包括蔚来南亚这个方向 都有可能做部署 所以在这个广域的空间 他们怎么样实施联络 包括怎么样实施一个 比较快捷的 这个情报信息的支援 我认为MQ-9 是起到了非常核心的作用的 这是首先我们看到 MQ和这些滨海作战团 编到一起的第一个原因 那么第二个原因 我们知道 这个死神 它本身它是查打一体的功能 但是在美军自己 所配备当中 它是可以挂在导弹的 那么如果说 在支援海军战队的 特定的小分队的行动当中 它不仅是负责侦查的 它还可以负责打击 那么这种打击 它对陆战队 现在的特定的火力 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支援 那么第三个就是说 未来的冰海作战团 它们不再是我们所理解的 比如说像过去 它们都是携带的轻型装备 现在就不一样了 就是美军现在为了强化 这些在一线作战部队的 作战能力 它们甚至将来可以配备 陆极发射的高超声速导弹 甚至可以配备 其他的进攻性的武器 那么这样的话 包括我们看到海马斯 那么它都可以配备到 这个冰海作战团 那当然这样一支力量 我们看似它的规模是比较小的 甚至是战术的单元 但是它们在广袤的区域当中 它如果采用这个跳岛战术 或者说灵活地 在一线反应的战术 再加上它的强大的火力 以及MQ-9的空中支援 它就变成了一个更加强大的 一个毛一样的进攻力量 而这个在未来 特别是大国竞争的 快速反应的第一波次 它们是要扮演 非常核心的角色的 所以这次的部署 我觉得它还是有非常明确的 一个实战的背景 我们还观察到 配备死神无人机 所谓的幽灵中队 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 第三滨海作战团 提供空中侦察支援 那这一配合 是否值得警惕呢 杜先生 之所以搞这种配置呢 还是配合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转型 以及在亚太地区 参加印太战略军事任务 转变的一种改进 如果按照滨海战斗团 在亚太地区展开 所执行作战任务去看呢 它符合需要 你比如说 它可以充当三个角色 首先它是眼睛 如果在几千公里范围内 在空海地区 在大的侦察空间内 把各类目标信息实时回传 这样的海军陆战队 分散作战 快速作战 敏捷作战 三个作战行动 就有良好的情报保障 第二呢 它是个火力打击拳头 因为它大一体 它可以使用空地导弹 空间导弹 以及小型的SDB导弹进行攻击 而且第一个时间 第一波次可以阻止 对海军陆战队作战任务 构成妨碍效果的目标 这里最重要的大概 它是个大脑 按照目前海军陆战队的配备 已经有战斧导弹入列 像第一个阿尔法连 配备了战斧导弹 那么海军战队 还配备了能够 无人遥控发射的 远程海上打击导弹 距离射程也很远 如果在1500公里范围内 用什么去引导目标 去攻击目标 去示威目标 去最终判定打击效果 无人机是一个重要选项 所以今后海军专队 如果具备了战术级作战单位的 战役级打击效果 甚至是战略级作战行动 这样它需要一双大眼睛 和强健的指挥机构 对各类行动进行高效协调 所以不排除 这个无人机的出现 也是为今后远程炮兵作战 就是它所说的 巡航导弹作战 反舰导弹作战 提供目标指引 和战场情报信息 此前美日韩三国领导人 曾在国际间隙进行会晤 但从未专门地进行 正式的三边会谈 那这次美日韩三国领导人 将齐聚美国总统度假地 这又是何意图呢 林女士 从过去来讲 美国这个领导人 从来没有邀请过 日韩领导人 单独到戴云营去会面 所以这个呢 它的首次的意味 是非常清楚的 这是我们首先 应该看到的第一点 那么从这次呢 为什么会有这个首次呢 它是显示出 就是在拜登上台以后 推进美日韩三方这个关系 进步向更加紧密的方向发展 这是拜登一个 非常既定的策略 我们可以想想 去年6月份的时候 当时的马德里峰会上 那么当时拜登 也是让安田文雄 保护影学院坐在一起 但是呢 他们是坐在一个桌子的两侧 而且日韩领导人 各读各的稿子 都在低头念稿 它是没有一个非常亲密的 融洽的这个三边的 这种氛围的 而在今年5月份的 G7峰会上 拜登当时在主导下 是向日韩发出了邀请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 今年日韩领导人 启动了双边的 这个穿梭式的外交 走到现在 这就是拜登所需要的效果 就是在他的一手主导下 那么促成了 日韩的历史性和解 首先这个峰会 想向外界传递的第一个信息 那么第二个信息呢 我认为它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本质上它要更大的 发挥日韩的 这样一对盟友的合作作用 而且这次我们知道 它还会开通三方的 领导人的热线 那么这个热线 我们说更多的 是不是有可能沟通 在第一时刻半岛 出现了紧急事态的时候 它做出三方的联合行动 联合反应 这个协调的能力 和反应的机制 大大的提高了 那么另外呢 这个三边的这种通话 它是不是还涉及到 情报的更深度的交流 而这个交流 它是不是仅限于半岛的情报 有没有可能包括中国 包括俄罗斯 在内的更大区域的国家 会被覆盖 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需要 通过这次的会面所警惕的 拜登重启代围营外交 企图进一步缓和 并拉近日韩两个盟友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想要按下 印太地区的加速键 杜先生 今年到未来十年 美国这个防务报告声称 是最关键性的十年 是重要的一年 而且在年初到现在 美国在周边 无论是各种联盟的组建 平常我们讲的黑三角 独四边正在快速当家 而且第一岛链 正在变成第一联盟链 各种武器装备的部署 也围绕着岛链战略 快速展开 像之前我们讲的F-35战斗机 要在多个点位 对大国进行围堵 我们最近我们观察 M-Q-9无人机 在周边的部署也很频繁 所以美国目前在周边 无论是通过联盟的 这种强化关系 通过先进武器装备的 前沿部署 包括抵近部署 正在形成强大的 这个前沿作战能力 也说明了美国目前 正在实质性地 推进印太战略 如果下一步 按照美国的部署 像核能力 在亚太要展开 常规作战能力 要多层次展开 无论是亚太要进行 网络分布智能无人作战 所以新装备新概念 新能力 在亚太的部署已经达到 非常高的状态 所以可以预见 美国目前不同军兵种 都有自己的印太战略的 一个小计划 实质性地推进印太战略 美国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再将视线聚焦台海 据岛内媒体报道 8月3号 台湾地区的九鹏导弹基地 发生爆炸 这是台湾地区两周内 发生的第二起 弹药库爆炸事件 我们来看短片 据报道 8月3号 台湾地区平东县满洲乡 九鹏基地发生爆炸 造成四人受伤 对于爆炸原因 台科研机构称 是在进行鱼药销毁时 由于不明原因发生燃烧 目前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这个基地曾被台军吹嘘为 亚洲最大导弹基地 有300多名驻员 就在九鹏导弹基地爆炸前 7月24号 台军基隆祥峰营区 发生弹药爆炸 造成9人受伤 短短11天 台军发生两次弹药爆炸 导致13人轻重伤 震动岛内 舆论质疑 台军弹药管理存在很大问题 更反讽说 民进党当局还不断对美军构 妄想把台湾地区 变成美国的弹药库 根本是在毁台害民 另据岛内媒体8月3号报道 美国白宫将寻求国会 同意通过对外军事资助系统 为台湾地区提供武器资金 这笔援台经费将列入 美国援助乌克兰补充预算案 以利用两党对台支持 化解部分共和党议员 要求减少援污的声音 报道称 知情人士透露 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 预计向国会提出的 援助乌克兰补充预算请求 将包括对台加码军援 若获得国会通过 台湾地区将首度通过 对外军事资助系统获得军备 前不久 拜登政府已表示 将首次动用总统拨款权 以现有库存提取方式 向台湾地区提供价值 约3.4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对此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停止借任何名义 以任何方式 加强美台军事联系和武装台湾 停止制造台海局势紧张因素 停止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 以武谋独 那么台军连续发生弹药爆炸事故 暴露什么问题 防武新观察继续播出 首先请教李女士 突发爆炸的台军九棚基地 曾被吹嘘为 亚洲最大的导弹基地 那它究竟有何来头呢 我觉得它所谓亚洲最大 这是台军自己炒作出来的 就是它是不是真的是 亚洲最大未必 但是它在台军当中 特别是它的武器装备测试 发展这个核心环节 它是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的 因为这个基地呢 它的位置是在屏东的东边 就相当于是整个台岛的东部 那它为什么这个地方 会成为一个整个导弹试验的 一个重要的基地呢 是因为它有比较好的一个地形条件 因为我们知道呢 导弹从这个方向发射出去以后呢 南部它是没有遮蔽的 而且它在南部方向有两个小岛 就像那个蓝宇和绿岛 这个上面是可以部署雷达的 就是这个导弹发射以后 那么它自身的这个姿态怎么样 它的速度 它的方位 测试的时候 就在对面这个两个小岛上的 这些传感器 它可以获取到一个非常详细的数据 而且呢没有其他的杂波做干扰 所以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天然的 就是用于台军所有的高端武器 测试的一个实验场 那么这次呢 我们知道发生这个爆炸事故呢 它的规模还是比较大的 就它实际上完成的 就是在火药的一个销毁的过程当中 发生的爆炸 而且这种爆炸在今年频率相当高 如果把这些事故都放在一起 我们会发现 那这个它预示就是什么一个概念呢 就是台军当下 它在火药的保管 包括下一步 大量的去装备的处置方面 它是有着巨大的一个安全的风险的 因为现在按照台岛自己这个媒体 它的评估 岛内大约有350个军火库 那么你这些军火库 它都涉及到 退役的 报废的 弹药的销毁 那么你这个销毁 它会在运输过程当中 会出现安全事故的隐患 也包括在最后的这样一个销毁过程当中 它会出现 那么它就意味着 台军现在花费了大量的金钱 它所采购的大量的去装备 那么将来你这个归宿是什么 实际上本质上 它会不仅是引发台岛自己的极大的不安全 甚至在大量的储备销售和管理环节 它也是极大的不安全 我们也看到台军弹药库接连发生爆炸 这暴露出什么样的问题 杜先生 台军这个弹药库爆炸不是新闻 因为近期在基隆 还有过类似的爆炸时间 也说明目前在台岛 这个以武互毒 以美谋毒 台军正在进行所谓的战备建设 争取把毒磁尾的毒性放大到极致 目前看在台岛各种装备 包括弹药存量很大 如果从总的态势去分析两个点 首先它是一个所谓的战争基地 像美国买个大疆武器装备 不仅几百个弹药库存放了大量弹药 而且美国还要破天荒的台湾 修建应急武器装备弹药库 那么美国装备亚太的弹药 向台岛集中 这样台岛的火力密度 包括弹药密度将会进一步增加 国际上有个说法叫武器装备密度 就每平方公里有多少飞机大炮导弹 第一名是以色列 第二名想都想不到 居然是台湾岛 所以这么庞大的密度说明 美国支持台湾正在为战争做准备 第二个是个自杀基地 如果有大量的弹药库 在台湾岛密集分布 那么由于目前保管问题 保养问题 包括储存问题 一旦出现了这个意外 那么它所引发的事故叫连锁反应 如果一个基地爆炸 引发其他基地的连环爆炸 连锁爆炸 这样台岛花大价钱 实际上是把整个台岛推向了毁灭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军事新闻 欢迎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也欢迎大家关注中国之声 国防时空栏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想要按灯役 éch itin 作曲 switch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